今天 我们让智能电动汽车 再进一步 从辅助驾驶 到自动驾驶 未来自动驾驶 NAD NAD将带来安全放松的 点到点自动驾驶体验 逐步覆盖高速 城区 泊车和换电等场景 从地图定位到感知算法 从底层系统到控制策略 未来建立了NAD 全站自动驾驶技术能力 今天 我们将着重介绍 感知和计算能力 NAD感知系统 Aquila 拥有最先进的高精度感知硬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清摄像头 全球首发800万像素 自动驾驶高清摄像头 很酷吧 和Tesla FSD使用的120万像素摄像头相比 分辨率提高6倍 我们来对比一下真实场景中 120万像素和800万像素摄像头的实际表现 这是看400多米以外的一个场景 很明显 800万像素摄像头 感知距离更远 感知内容更加精细 我们如果看800万像素 看几百米以外的灯柱车的形状 都是非常完整的 800万像素的自动驾驶摄像头 可以检测到680多米外的车辆 260多米外的锥筒 和220多米外的行人 能够探测到的最远距离 是120万像素的三倍 这意味着什么 看得远 意味着早响应 早响应 意味着更少的事故 更舒适的体验 每一点安全提升 都值得全力以赴 自动驾驶 需要激光雷达 我们和未来资本投资的 Innovation合作 开发了全世界 看得最远的量产激光雷达 Aquila激光雷达 拥有120度的超广视角 等效300线的高分辨率 500米的最远探测距离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Aquila激光雷达 采用1550纳米激光 避开了冷眼敏感的 900纳米波长 在性能提升的同时 能更好照顾他人安全 激光雷达 对提高自动驾驶的安全性 非常重要 对于有些场景 比如夜间高速行驶 黑暗路面有深色的物体 强光炫目 道路紧盖遗失 头像算法未能识别的物体 高精度超远距的激光雷达 不可或缺 Aquila的激光雷达 视角达到120度 复杂的程式路况一览无遗 独创动态聚焦功能 通过局部的像素加密 对关键目标和细小物体 进行凝视 能获取更加精确的三维信息 比如这个交通状况 十分复杂的路口 动态聚焦功能 可以更好的追征车辆和行人 能更紧确识别小狗这样的宠物 以提高自动驾驶的可用性和安全性 800万像素高清摄像头 加上超远距高精度的激光雷达 大幅提升了NAD的感知能力 让自动驾驶的安全性 提升了两个等级 传感器的精度重要 很重要 传感器的部署方式 同样关键 Aquila的瞭望塔式布局 能显著减少传感器的盲区 对层区的自动驾驶 非常有意义 在层次场景下 传感器的视线 很容易被绿化带和车辆遮挡 相比于安装在壁柱 在壁柱和后视镜的摄像头 部署在车顶的 Aquila的高位侧前摄像头 盲区更小 大家可以看图上的这个对比 就是左边是装在壁柱 就装在这个位置的 那么那边有个人过来了 这边其实被遮挡着 左边一辆车 右边是部署在 我们现在这个 六望塔式布局 那这个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车的位置 同样的对比关系 大家其实一目了然 能看得非常清楚 六望塔式的布局方式 让城区自动驾驶的安全性更高 Aquila的两个高位侧前摄像头 不仅站得高 看得全 还大大提高了 前向视觉的冗余度 大家知道自动驾驶 或者辅舟驾驶 最主要依赖的是 前向的主摄像头 那么Aquila的这样一个布局方式 即使前向的主摄像头不工作 依靠两个高位侧前摄像头 仍然可以实现 前向视觉的完整感知 Aquila的高位后向摄像头 有更好的后向视野 部署在这个后边 能更好识别与预判 后方车辆的行驶意图 Near Aquila超感系统 拥有33个高性能感知硬件 11个800万像素的高清摄像头 4个前向 3个后向 4个环式 1个超远距高精度激光雷达 5个毫米波雷达 12个超声波传感器 2个高精度定位单元 以及车路协同感知 和增强主驾感知 Aquila定义了量产车 自动驾驶感知系统的 全新标准 Aquila的超感系统 每秒能产生 8个季的数据 相当于一秒下完 两部腾讯视频4K电影 或者一秒钟看完 过去三年的Near Day回放 处理如此海量的数据 当然需要超强算力 未来超算平台 ADAM 迄今为止 最强大的量产移动计算平台 这就是ADAM ADAM拥有超高带宽的图像接口 ISP每秒能处理64亿像素 首创超高带宽骨干数据网络 将所有传感器和车辆系统的信号输入 实时无损分配到每一个算力核心 ADAM搭载4颗NVIDIA ORIEN芯片 让ETG成为全球第一款搭载ORIEN的量产车 ADAM拥有48个CPU内核 256个矩阵运算单元 8096个浮点运算单元 共计681个晶梯管 整算力高达10016T 超过7个Tesla FSD的算力总和 拼马力 更要拼算力 马力加算力 是定义高端智能电动汽车的新标准 NAD的算法与软件架构 能充分应用ADAM的强大算力 通过两颗主控芯片 实现NAD的全占运算 包括多方案相互教育的感知 多元组合定位 多模态预测和决策 充足的算力 使得NAD在处理复杂交通场景时 算得更多 算得更快 算得更准 ADAM拥有一颗独立的冗余备份芯片 任何一个主芯片失败 NAD都能安全 都能确保安全 不仅如此 整个超算平台的电源 影像和主控系统 全都是热备份勇于设计 ADAM拥有一颗 自动驾驶群体智能 和个性训练的专用芯片 可以大大加快 NAD的总体进化进度 同时 又可以针对每个用户的用车环境 进行个性化的本地训练 让每位用户的自动驾驶体验更好 未来超算平台 ADAM 汽车智能 新的起点 ET7的整车远硬件平台 NAD的全占领先技术 让辅助驾驶到自动驾驶成为可能 拥有33个高精度感知应件的 ACULA超感系统 拥有1016T算力的 ADAM超算平台 所有硬件 ET7全部标配 NAD的19项安全与驾驶辅助功能 ET7全部标配 NAD的完整功能 将采用按月开通 按月付费的服务订阅模式 AD as a service 全球首创 迎接未来 ET7 一辆把想象变成现实的 智能电动旗舰轿车 ET7标配超过100项 舒适 安全 智能化配置 从外观 空间 数字座舱 性能 自动驾驶 每一个方面都提供了极致的体验 ET7用户将获得六项服务传议 包括终身免费自保 终身换电优惠 免费专属充电桩 终身免费道路救援 终身免费易力家电 终身免费车联网 终身免费力家电